Hello 大家好 那我们要进行的部分 现在是要到第九的部分 是有关YouTube的教学影片区 那在这个区域 其实它没有任何的网站 也就是说你进去 就是看到YouTube的清单 所以这里要教您 使用搜寻的方式 那我先用第一个生物教室 来示范咯 超连结直接进来之后 您可以看到 我们就进到YouTube的频道 那在这边如果有需要 我们就是用这一个 叫做全萤幕开始来播放 对不对 那调整我们的解析度 好我先暂停哦 取消我们的全萤幕 就按这一颗叫ESC ESC可以取消全萤幕 好那现在可以 看到这个部分呢 它其实这个进到应该 在YouTube有另外一个 名堂好像叫频道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这位老师的生物教室 有没有 在它旁边其实有一个放大镜 只要是放大镜就是搜寻 那这两个放大镜差别在哪 一个是小范围 这个是指 我在生物教室里面做搜寻 我只针对生物教室里面的资料 做搜寻 比如我在这边 我就找我要的 好放大镜 按一下 我的搜寻 我就打 国中一年级 好那你可以直接滑鼠 按放大镜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Enter来取代 好啦它是指向这边 那我直接按下放大镜之后 它帮我搜寻 好如果它没有反应呢 我们就按一下Enter 或许不是没有反应砂 刚已经跑好了 好那你看到在下面 这里是个国一生物 那在这一段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关键值 有没有 都是生物教室 什么生物教室 什么生物教室 只要跟国中一年级 或国一有关的都有 所以针指向 这一个放大镜指的是 在目前这一个教室 这一个频道里的搜寻 好啦那如果 我现在改另外一个 我到上面这里的搜寻 它指的是整个网站 所以找的东西就更多了 用一样的搜寻条件来做 所以我这边一样打上 国中一年级 那您有没有发现 我这边有很多字 因为那是在上课的时候 留下的记录 好我只想要国中一年级就好 好按一下这个搜寻 或你直接按Enter 来现在目前找到的 有没有发现很多 这是何赵忠老师 Ben Koo 就是应该是 就是邱老师 然后这下面有没有好多 对不对 你会发现到 我们现在看到搜寻到了 它不单单是某一位老师 而是在整个YouTube 这一个网站 这个就是各个频道都有 好那这两个呢 这两个差别在哪 这是单一影片 然后这个就是有比较多 好那我们进来 这边还有一个筛选器 你还可以选我要的是什么 当然这就是看您自己的需求 比如我只要那个四分钟的 然后你是教学四分钟一点短 我要超过二十分钟的 我要今年的 我要看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的筛选器 以上这样 OK 好那这里 我们顺带进来看一下 我这是随机找的 因为它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机构 好啦那你如果要订阅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里 按下订阅说你要看 对不对 有没有听过YouTube说 记得按下订阅加上小铃铛 小铃铛就是它有任何的 更新通知会告诉你 好那这个地方 就是搜寻的不同 再来在前面已经有讲过了 这个是全萤幕最大化 那剧院模式跟全萤幕的差别 其实是它还有一些选项画面按钮 可以看 但它不是像刚刚我们的画面 那么杂乱 迷你播放器又有另外一个名字 好像有一个会叫子母画面 子母画面 那你可以再把它展开 你可以再把它展开 这边一样是调整你的解析度 那这来讲 其实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复杂难 你如果说我今天要储存 记得吗 清单在我们的01介绍的按赞 对不对 这个就是看各位自己的需求 那我们YouTube运用程式这里是属于私人自己用的 好 那我们现在 整数的加减计算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要 抱歉 按到声音 就是只针对我们现在上课的来讲 就是我们会用的是什么 有一个叫稍后观看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会用到的是这边 会有一个是喜爱的影片 如果不清楚详情请看01的录影 然后这边进来呢 是不是曾经走过就会有痕迹 就叫观看记录 如果这些记录你不要 我们就可以直接按叉叉移除 除了观看记录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搜寻记录 搜寻记录 有没有 那搜寻记录跟观看记录 你可以一个一个清 也可以一次把它清掉 那通常上课我都不会教他们这件事 因为他们清掉了 我怎么查 那我们现在看了一下搜寻记录这里 有没有 您可以选择一次清除全部 叫清除所有搜寻记录 您也可以选择一个一个清除 如果你搜寻的条件 你真的觉得不需要了 那我个人是觉得 我看到这么多东西 我很阿扎 我就会喜欢把所有记录都清除 那清除我们在找资料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现在国中一年级 找到资料当然很多 你就可以再加上 好我们找国文好了 因为这好像会找到 那个王振中 爽王老师的 王振中老师的资料 好了我就搜寻 那你看这里是不是就有行动补习网 行动补习网 然后是汉林国中 其实这里都有来源来自于哪里 这叫数位汉林 行动学习网有没有 是不是就还蛮多的 好那除了这个国中一年级国文以外 我可以把加号拿掉 再按英特 请他帮我找 其实有一点不一样 只是说上面不会跟你说 我现在找到多少个 国中一年级有人会说是什么 国一 你如果找不到资料 找不到你要的资料 其实不一定是网站上没有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在这里面呢 它其实就是关键字的问题 那这是有南一版的汉林版的国中国文 它旁边直接就有订阅了 它旁边其实就有直接就是有订阅 然后频道啦 影片啊 这个各位就可以看您的需求 可是啊 我现在这么多资料 我要怎么去找我要的 来我要教各位另外一个方法 如果你资料量太大 但是搜寻的关键字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找 Ctrl按住站F 我们叫做寻找 Ctrl加F在大部分的情境下 因为它会有意外 我们就叫寻找 那这个寻找可以做什么用呢 直接打上你要的关键字 让它帮你标示 好桌面上要F3 CtrlF没有用 所以我才跟你说没有百分百 好 那我现在直接按下Ctrl按住站F 刚刚的声音怎么了 因为那个键盘会有声音 CtrlF你看这上面 它有一个寻找对不对 我就直接打上国一 那关键字 您可以自己就是去多试多找啦 只要是国一 它这边刚好没有国一 有点尴尬 如果那个你找的是国一对不对 你把它继续往下往下往下 它就会有了 往下它就会有了 好啦 那这个地方我们先改一下 我把它改成国文好了 好 国文进来对不对 那我们一样Ctrl加F 然后我这国一还在 按一下Enter 然后继续往下找 它就会帮我去标示 当然你要标示之前要这些文件有 国一没有它为什么 国七 对国中七年级 这样OK吗 那刚讲的 我想要找某人 我可能直接就打王振忠老师 那我会习惯性中间加空白 因为王振忠或者是跟他有关系的王振忠老师都有 你看人文讲行这边 这样OK 好刚刚真是不该冲动把我的关键字给删掉 因为这个在找的时候在YouTube里面 你就可以找我们要的关键字 国中七年级 国文 好了 有没有发现这边进来了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就是告诉各位 你看我现在按Enter 我现在这里 我直接按Enter 跟按这个是一样的 它刚刚没有反应 我在这里按Enter 因为国一它就帮我标起来 你也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找 那它这个不是筛选 这个有点像highlight去画 说我现在要找的东西是什么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的操作 希望对各位的使用上能够有所帮助 那如果没问题 我们的这个影片就到这里了 谢谢各位 拜拜